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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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也是就應該說 總是有人來 村子裡應該就民氣挺大了 習慣了都知道 反正是現在風刺王庫的少 以前厲害得很 什麼難聽的都有 神經病了 吃飽成的 徐玉坤 73歲 河南南洋麗和店農民 在麗和店 徐玉坤是個名人 不斷有媒體前來採訪報道這位 看似平常的老農民 2007年4月到2016年9月 老農民徐玉坤在十年間 歧變了中國所有省份 穿越了23個國家 這是第四次出國 去了歐洲 最後租了14個國家 法國巴黎的埃佛利鐵塔 還有開選門 這是荷蘭海洋國際軍事法庭的建築 2007年 61歲的徐玉坤 沒有告訴任何親朋好友 他突然偷偷跑出家門 獨自開始了自己的 騎車環遊旅行 我村內的真正的好朋友都不知道 我走以前和他們寫些東西 我寫的還是《紅樓夢》上的一段話 什麼這個荒種啊金錢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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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一對黃草 其實提醒你神賢 什麼都是生愛之物 我其實感悟人生 就是要穿透這些 也要走我自己的路 徐玉坤的逃跑計劃預謀已久 出發前的幾個月 他早已陸續添置裝備 帳篷 睡袋 修理工具 照相機 相機架 塞了一整個油補包 他將裝備藏在給村裡 一場子看門的老張家 老張是外鄉人 不認識村裡人 不會走漏風聲 幾個月後 一切準備妥當 那天半夜趁老伴熟睡後 徐玉坤偷偷爬了起來 他捏手捏腳地溜出了家門 快速跑到了老張家 拿上所有的行李 徐玉坤終於上路了 螢幕成功了 心情很高興 有句話叫 像小鳥飛上了藍牆 像熊屍衝出了牢籠 那個勁兒誰說你累不累啊 不知道了 那幸福極了 第一次騎行 徐玉坤一路向北 一直抵達漠河 他每天早上五點醒來 七到晚上七八點 每到一個城市的標誌性建築 他會停下來欣賞一下 架相機給自己拍張照 每到一個城市 他會找到郵局 在空白本子上蓋上當地的郵戳 兩個月後 在花光了攜帶的兩千元錢後 徐玉坤回家了 回來那鬍子很長 很滄桑 我認為很好 特別路上的人 沒人說你不好 但是一到家鄉就不行了 人們都認為你變樣了 你太難看了 你像鐵蓋一樣 你不像花 我一個女士跟我說 你如果不立法 不刮臉 以後不跟你簽了 另外我老伴抓住我領子 你不去就不行 我抓住拉到立法店 刮了刮了 回來後的徐玉坤 變得又黑又瘦 頭髮和胡子留得很長 家人和鄰居都像 看異類一樣盯著她 一個女兒說 她可能神經了 不理解呀 還是笑話的人多呀 舉那一個例子 那個人就是 我們兩個關係也很好 那天我和她在大街碰上了 我走了大約有十米吧 這個後邊又一個人問她 這個人是不是慎經了 她說不慎經 幹不了這樣的事啊 你看不慎經就幹不了這樣的事 村民們不明白 活到61歲的徐玉坤 怎麼就突然神經了 徐玉坤1946年出生 家中五子 她排行老末 五歲時徐玉坤母親去世 十三歲時父親雙母失明 因為哥哥姐姐已經參加工作進了城 照顧父親的責任 就落在了徐玉坤的身上 她也自此被拴在黃土地上 心裡會不會有一些徐玉坤 那肯定有吧 那能沒有啊 我想著我 我和別人不一樣 我不會就這樣安安 穩穩地就這樣 我不想這樣 我還是想走出去 想看更大的世界 想看看外邊是什麼樣子 徐玉坤覺得自己 和村裡人不太一樣 她喜歡看電視 看報紙 討論的都是國家大事 不太關心生活所事 她會練習書法 平日還會寫些文章 然而這些愛好 並未給她贏得太多尊重 而因為生下四個女兒沒有兒子 在村裡 徐玉坤感到有些抬不起頭來 有一個和我同齡人 她兩個男孩 我是女孩 她這個 腎經上有毛病 整天喝酒 人人反 反感她 有一次我說了一句話 我說咱兩個是一樣的人 別人聽見了 跟我傳話時 你怎麼會生人家 人家兩個男孩啊 在麗和店 徐玉坤是村裡人看不起的絕戶老 而在家裡 四個哥哥姐姐都在城裡工作 經濟條件也都遠遠勝過自己 我在照顧父親的時候 我跟他們說 我當總籍 你們當電話 有事跟你們說說 這個話他們成笑話了 總籍就是農民 就是六十塊錢 和六千塊錢的比例 又一次我春節了 割不上父親錢 當時是二十塊 但是我沒有 我父親就上大街去罵我 就說徐玉坤不孝春 不給我錢 其實我當時真的錢 我趕緊弄錢 是借錢給他 無論是村裡還是家裡 徐玉坤感覺自己永遠是大家的笑柄 他的脾氣愈發暴躁 常和家人因琐事半嘴 生活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讓人想逃離 1998年 他寄予厚望的三女兒 因不堪壓力 患上了嚴重的精神衰弱 不得不戳訊 徐玉坤最後的一次希望也破滅了 1999年 徐玉坤第一次向家人提出 希望能騎車出去旅行 開會 那也叫彈劾 那就是把我鄰居的書也寒來了 就是說都熊啊 最後想想不行啊 走吧 算了吧 就是分來兩個孩子沒結婚 就是也不應該走 也是十級的 回命開始了 第一次騎行計劃 最終被扼殺在搖籃裡 孩子們不明白 父親為何突然要出去旅行 父親從未離開過家 連省會鄭州也未去過 最終幾個孩子湊錢 讓父親坐火車出去旅遊了一趟 也算了卻父親的願望 然而第一次走出家門 走出村莊的徐玉坤發現 外面的世界 比他想像的還要精彩 我再三明瞎 我當時就是有個鏡頭 有點激怒了 我跪一下朝著黃河 叩首 就是他是我們民族 對吧 那種感度 所以對世界很奇妙的事兒 都是很願意的 就是衝出去看更多的東西 是我的理想 在壯闊的大山大河面前 徐玉坤發現困擾自己多年的煩惱 突然被拋到了九霄雨外 旅行歸來的徐玉坤 堅定了走出去的想法 他要看更大更精彩的世界 他折服著 決心等女兒們都出嫁了 盡完自己的責任 他就能逃離現有的生活 換個活法 被自己活一次 2007年 四個女兒都出嫁後 61歲的徐玉坤 開始密謀出行計劃 成功出逃後 徐玉坤拿著半年的收入 2000多元錢 騎著改裝的老式永久車 興奮地向東北進發 有些人都出嫁了 有一天我就在下雨中往前走 晚上找住宿的地方 一般有的不願留我 最後找到一個老兩口 這個第二天 他們全都上山去採山菜了 我跟他們一起 森林裡那就是原始的那種樣子 這個陽光從那個上邊 摸一個髮射進來 一條光線 那 又激動了 那個感覺很美的 這個大家採山菜的時候 分頭以後在大神里裡 100米 300米 都是一種聲音 就是 那邊 就是你喊一聲 他喊一聲 一路向北 徐玉坤騎過大興安嶺 跨過北大荒 風餐露宿 十天半月也洗不了一次澡 但徐玉坤發現 路上像他這樣的人並不少 他衣衫藍綠 卻無人對他品頭論足 聽說他是60多歲出來的老農民 大家反而對他讚嘆不已 你說租這麼多 包括時間十萬公里 別人說是不是你很寂寞 我根本不寂寞 你想看風景 隨時都是 我的形容就是 你看在家裡 你怎麼好也不行 總是會生氣 不管是孩子還是老伴 不停拿句話 哎呦 氣了 在腦子裡總是會產生些 不愉快吧 但是在路上你想不愉快也沒有啊 哎呀 我實際上想你啥不愉快 我沒有 哪兒都不愉快 都很幸福 兩個月時間 徐玉坤騎行了八千公里 繞著東北走了整整一圈 他胡子辣叉 衣衫藍綠 形同乞丐地回了家 家裡人一面罵他神經病 但同時發現歸來後的徐玉坤 有了很大的變化 身體壯士多了 脾氣也好了許多 而更讓家人和村民們奇異的是 徐玉坤這樣的神經舉動 居然引來了媒體採訪 徐玉坤上了電視 報紙成了名人 南洋日報 發表我半本那麼多的文章 徐玉坤走了八千公里 就是表揚我 08年還給我評委那樣十大新聞人物 春節了電視台 拿麵拿麵的拿油的給我送 這是一種不平凡的那種感覺 越知識高的人對我越好 越理解 就是第一次從家鄉那樣 從家鄉那樣向北走 到鄭州 石家莊 北京 天津 山海關 大連 丹東 珍寶島 東方第一線 徐玉坤做夢 也沒有想到有這麼一天 在61歲那年他逃離了家 選擇了周圍人都不認可的方式 卻上了電視 上了報紙 他第一次有了成功者的感覺 對於他來說 村裡人的嘲諷已經不再重要 徐玉坤決定繼續騎下去 然而有了前車之見 家人為了防止他再次出逃 斷了他的裁員 還把他重要的旅行工具 記錄他行程的相機給藏了起來 徐玉坤心機如焚 2017年10月 回家四個月後 他拿出私藏的1500元錢 花1420元又買了一個相機 之後拿著僅有的80元 再次出逃了 其實我真的是要飯走過去的 到人家的飯店裡 跟人家老闆說說 吃別人剩下的米飯什麼 我就吃飽就跑了 我當時我隨時都看地 看有沒有去掉下磨呀 好吃的東西 遇到村莊了 進去到農戶家 這個問人家我想吃飯 有一個老人在路旁住 我跟他說說 說說那一晚上他是讓我吃飯了 底日早再想吃飯就沒有了 他說你幹這個事啊 你如果是回家的我還管你飯 你如果是走的我就不管了 因為你這個是不正確 我不管你 第二次上路 徐玉坤打算完成中國東南沿海的路線 但沒有錢 徐玉坤走得十分困難 他每天跑到銀行把卡插進機器裡 他以為家裡總會忍不住給他打點 但總是無功而返 在福建有一個小鎮上 有一個那個 他是個打工的 和他有 他大約有四十歲 給我開職了 是吧 讓我住了一店 走的時候又給我五十塊 他在西藏當過兵 他跟我說 有一次在西藏雪山上 汽車壞了 他業力就是在那兒堅守 差不多快凍死了 他的理想就是有實驗 去他部隊看看 一個解放軍在三亞當兵 當兵以後 他回家的時候專業了 他買個自行車 要騎行回北京 最後我們碰見了 他給我一百塊 靠著他人的接激 徐玉坤愣是一路向南騎到了海南 第二次騎行歸來後 家人也明白了 他們無法阻止 徐玉坤的騎行計劃了 這是我騎行車走 騎行車走完全中國的路線圖 第二次從家鄉向東走 經過安徽 江蘇 上海 杭州 福建 廣州 最後到海南轉一圈出來 到廣西南京結束第二次 徐玉坤有幾張大地圖 每一張都是他親手繪製 上面清晰地標示出 他每一次騎行的路線 2007年到2010年 三年期間 徐玉坤分七次走完了全國33個省 騎過新疆五人區 跨過青藏高原 我在西藏有一次即興常委員 到山下一個山襪裡 小旅店我感覺是有點坑人 所以錢花得很多 到第二天省四十塊 四十塊只夠一天的消費 所以第二天必須爬第二座大山 不走不行 這個高海拔的地區 我的感覺是 瞪一陣就突然憋死了 突然完全出不來氣了 趕緊使勁主動呼吸 快呼吸 最後過來了 等一會兒不知道啥時候 突然又來了 憋死了 早上走到晚上 到黑還沒到山頂 上午春下午點 在那個時候 我確實感到生命到最後階段了 很絕望的那種思想 在最絕望時 一輛軍隊的卡車路過 徐玉坤才僥倖逃生 事後徐玉坤有些後怕 但在他看來 死在路上 也遠比在家等死更好 他早已停不下來了 2010年 當他第七次騎刑 騎遍了全國後 老農民徐玉坤 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他要衝出國門 騎向世界 2010年 徐玉坤決定出國齊行 但徐玉坤沒有經驗 不知道怎麼辦簽證 他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才搞清楚 出國原來要很多的條件 要收入證明 要銀行流水 要要請函 很多是他沒有的 2011年9月 最終在旅行社的幫助下 徐玉坤辦了去東南亞的簽證 出國齊行 語言不通是最頭疼的問題 最初幾年齊行東南亞 徐玉坤每到一個地方 首先要找華人 幫忙換當地貨幣 買電話卡 按著導航齊行 後來有了翻譯軟件 語言問題基本解決 但充電又成了難題 有了翻譯軟件 那就特急 導航收集不亮啊 一步就不敢走了 有一天晚上 我在一個大村莊 一個小廣場 我在那兒砸帳篷 我 想充電 這個時候 小廣場上有個女的 有40多歲 和她小孩在玩 我跟她表示我要充電 她根本就不理你 那邊有兩個女青年 她們看到了主動過來 問我需要什麼幫助 我把這個事通過手機翻譯 跟她說 需要充電 還小法吃的 所以她給我送來了 食液和食物 送來以後 又把我兩個充電包拿上走了 第二天早上 她把充電包送來的時候 又給我拿條圍巾 出國其行 有支持者向她提供了一筆 金額不大的資金 僅夠最基本的開銷 為了省錢 徐玉坤一直都是自己做飯 而為了節省時間 她每天只做兩頓飯 吃四頓 針對不同國家 徐玉坤還摸索出不同的做飯方法 在撈沃和泰國是 做飯是最方便的 因為路邊的刀到地下夠壞 那種樹很多 很容易弄柴火 劍佈寨那個國家是地特別平 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有樹的地方 沒柴燒了 那但是有個方法 就是它可以買一個煤氣燥 像鑄瓶一樣的鐵瓶子 裏邊兩塊錢可以買一瓶 能做四頓飯 去歐洲 我在北京買個氣油燥 平時想就是歐洲不缺氣油 所以等到哪兒來去加油去了 哦 架不成 人家是插卡加油 這個最後我就怎麼生活呀 我就越見超市就進去 買烤麵包 火腿肠 洋蔥 黃瓜 西紅柿 就是買一包裝到包裡了 多年以來 徐玉坤早已練就極強的野外生存技能 然而2016年 在澳大利亞穿越千里無人區時 徐玉坤還是因為準備不足 斷了米糧 我走到四五天的時候我都沒吃力了 沒辦法還好就發現了這個大叔的事兒 在那路邊到處都能看到大叔的屍體 有很早的是一堆白骨 骨朵 有的成了幹屍 有的已經腐爛發臭 但是也有昨晚的 昨晚的就是在路中間 流著血 這個仙人是剛撞死的 我把它拉到森林裡吊起來 就剝它的皮 它像樣那麼大 很大 把這個東西拿起來 就是豬吃了 實實在在的話 它不像羊肉牛肉那麼好吃 它酸酸的 啥味也沒有 就很粗的肉絲 很粗像麻繩一樣 但是不是咬不動 吃是能吃的 味不好 在十多天裡 徐玉坤吃了三頭袋鼠 跨過了千里無人區 在徐玉坤看來 他的七星計劃不是旅遊 而是一項重要的 必須克服一切困難完成的事業 沒有錢 他就風餐露宿 語言不通 他就靠著筆劃翻譯軟件 和人溝通 生了病 他就硬扛過去 澳大利亞 路邊它有那個 大油罐一樣的 有儲存的是誰 就路過的人 可以放這個喝 那天晚上把那個誰喝一點 誰知道夜裡啊 肚子疼啊 急性腸胃炎 疼死了 路邊靠到樹上休息 他們過來幾個警察 他們給我拉上 拉到一個醫院裡 然後給我看病 他問我是要付錢的 他說你咋辦 問我咋辦 我說我不看了 我要走 最後我就走了 在帳篷裡躺了兩三天 徐玉坤最終停了過來 2011年到2016年 老農民徐玉坤用了五年時間 完成了23個國家的齊行計劃 如今演講接受採訪 已經成為徐玉坤生活的一部分 去年年底 他到北京和來自各個行業的學者們 一起演講 他到上海參加全球旅行峰會 迪拜王子還親手向他頒獎 這些照片 都被徐玉坤放大掛在了家中 這時候我在上海 阿聯酋王子給我發的獎牌 上面寫著最佳環球旅行成就獎 中國旅行加峰會 然而當喧囂停止 徐玉坤卻不得不回到了利和店 生養他的村子 包括現在村上的人 不願意你說很多話 你別說你的事 你說他不是很高興 好像你在炫耀什麼 你說你的事的時候 他就把精力轉到別處去了 我就感覺到他是不想聽的 你不說反而還行 想念在路上的感覺 那很想念的 路上的感覺最主要是 這個沒雜念 不生氣 很幸福 不寂寞 回家 偶尬 公道 Será 賈 不會 他 毒 感谢观看